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OK仔 和大家看看內地猛料 內地猛料有什麼新聞? 第一宗消息 這宗人生都沒聽過這樣的意外 話說有個阿叔 在豬欄裡面 他竟然被那些豬攻擊 真可憐 這樣就一輩子了 我的情況都很嚴重 稍後和大家一起看看 為什麼會弄成這樣? 那些豬是對他這麼有興趣的呢? 另外也會和大家看看 在溫州出現了一個樓房攤塔 是不是涉及一些 有媒體就寫了 豆腐渣工程呢? 走路啊 你要大眼 要不然就像他一樣 掉了個洞裡面 那是不是真的掉了個洞呢? 話說就好像不是的 糟了,變了屎人 麻煩了 請大家給個讚 支持一下 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的新聞 首先也要看看 雙十一 內地 非常爆買力強勁的一天 他們現在的銷售量又是怎樣呢? 看到第十五個雙十一購物節 已經圓滿結束了 雖然仍然沒有交易總額 但是淘寶方面 就說商家規模增長 帶動訂單量和成交總額的全面增長 一個星期內計 訪問用戶已經超過八億了 創下歷史的高峰 而88VIP用戶的規模突破三千二百萬 他買 你存夠分呢 他可以買一個這樣的VIP 有些優惠紅包給你 另外在京東方面 就說成交額訂單量 用戶數字也創新高 厲害 京東的直銷 觀看總人數 突破三點八億了 其實今年有人說 今年那個雙十一購物有些不同 雖然數字上面 看到好像公佈都幾不錯 但是其實某程度上面 現在已經提早了一個禮拜 就是在這個雙十一那個禮拜前 就已經開始做定一些減價 可以催谷一下生意 其實某程度上 看到那個情況 因為憂慮 可能怕生意不好 另外看到這個購買訂單破紀錄 說到廣東省 是全國第一 而香港方面 的成交額 100%增長 哇 真是現在厲害了 真的 香港人已經完全融合了 這樣就應該要取消跨境運費 頂你的肺 對了 這些又會這樣的 經常都說 為什麼要跨境呢 大家自己人來的 真是奇怪 數字方面都很厲害 而說到 那些電腦 家電 手機 已經出現了三倍增長 這就認真之厲害 數字都是繼續可觀的 好了 說完可觀的數字之後 也都跟大家研究一下 有沒有看見過這樣的情況 可能呢 走一下街 突然跌了它在屁裡面 這麽恐怖 有人就說 他在坑渠蓋斷了 然後整個人都說一聲 其實呢 不要說在內地 就算在香港也經常說,走路要戴眼 現在人們低頭思故鄉 很容易就一直玩手機 不知道前面有什麼地面 要是踩車,要是就糟糕了 但是這個情況真的很少見 又會走過去那坑渠蓋,頂上就斷了,乒乓跌了下去 這個情況有人就覺得,也不知道是不是假的,哪有可能 的確是很少聽到的 但是那些渠蓋事故在內地經常都聽到 尤其是過時過節的年輕人在坑渠洞裡放炮掌 然後那些沼氣一爆,一堆渠蓋彈起,嚇死人,炸傷人 這些事件都是有的,所以有些人就說,逛街,盡量不要走上那些渠蓋上面 那些金屬,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疲勞 或者甚至乎會不會突然有些叫做裂了 跌了下去真是救不回來的 或者你前面可能不是渠蓋,是一個洞來的 那些人不在意,都會很容易跌了下去 這件事所以告訴大家,尤其是這麼多人北上去消費 很多東西看,眼睛只看著周邊,有很多美女 然後不看著地下,很容易就真的跌了下去 真是糟糕了,到時候真是恐怖 這些意外的東西大家要留神 幸好那人沒事,那些人拉他上來 會有些慘了,跌了下去,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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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掛 不要說我渠蓋之前,不是有試過嗎? 走走走地陷,那些人跌了下去 哇,內地有發生過這些事件的 其實周圍都有,所以真是要認真留神 好了,那講完這件事之後,也都跟大家看一下 在內地,那有位董事長呢 就被官方連續約談,之後就墮樓身亡 那這件事件呢,就引起了一些人關注 就因為那個遺書上面,就說被迫承認收賄八百萬 那這件事是不是以死相控呢? 那這是什麼企業的董事長呢? 就在這早兩天,常州市華立液壓潤滑裝置有限公司 微信公眾號常州華立發佈文章 就說到他們的董事長 就竟然被威迫承認接受了八百萬存款和現金 很幸運,含冤跳樓身亡,以正清白 這個文章呢,就被人刪除了 但是,內地媒體也都去查證一下 哇!以死相控喔! 我唯有自殺先去… 告訴大家,我是沒事的 這位 董事長成勇 近日被市紀委連續找他聊天 在雙11凌晨5點3個字家屬接到派出所通知 就說成勇已經跳樓自殺身亡 跳樓地點就是一個廣場商場的地方 加仁表示 這位董事長連續三天被幾位監委聊天 每天只是睡一兩個小時 在一個壓力下崩潰了 這件事件常州市委市政府表示 高度重視 只是組織有關部門依法展開調查 紀檢監察機關進深入調查情況 堅持實事求是 依規依己依法原則認真處理 但是他寫這個血的控訴 裏面有個遺書用手寫 就說行賄不存在 更加就說證據都是慢慢猜測和想出來 剛剛好被他撞到作到純屬巧合 那這一位董事長就說 我受救了 拜拜 這樣引起大家 現在 就熱話了 就覺得會不會是 就是叫做硬來呢 甚至乎是不是要交數 然後就要這樣 就屈字堆屈他呢 那看來 需要去調查一下 那究竟是 他是畏罪潛逃啊 還是真是含冤呢 需要自殺以表清白 講完這件事件 也都看一下 內地溫州 有一個四層樓高的民房 整個 倒下來了 哎呀 引起大家關注 究竟是不是豆腐渣工程 在浙江散溫州市 永家縣 橋頭鎮一棟翻新的四層樓高文宅 就出現了攤塌事故 有四個人被困 內地傳媒就報導 救援人員當日全力搜救 找到四名被困者 但是可惜 都證實死亡 都證實死亡 這個事故 懷疑 跟工人拆舊樓過程當中 有些不恰當的問題 說到塌樓之後 事發 立即就有公安 消防應急救援人員 緊急 去到現場 三百多名救護人員 以及超過二十幾部救護車 趕到 消防透露 由於 這棟大廈發生粉碎性的跨塔 施救過程 好像要剝洋蔥 層層剝離 亦都說到 由於當地 持續降雨 所以救援工作 有點難度 這樣 真是 多糟糕 危樓的問題 都引起大家關注 哪裏都是 可能要排查一下 另外 跟大家跟進一宗新聞 關於 內地實名 舉報官員的影片 突然之間 暴增 裏面 說到貪污 強姦 製造假冤案 草姦人命等等 這些事情 越來越多 剛才說 那位內地董事長 以死傷控 就說他被人 現在 越來越多 市民 普通人 拿著自己的身份證 拍片 就說我要實名 舉報 這些事件 引起 大家關注 有人覺得奇怪 為什麼要做實名舉報呢 其實舊時就沒有那麼多這些事情 但是自從網絡的世界發達之後 有這些實名舉報 引起一個大眾的回響 網絡上面發酵 有時候某些事件發酵得過大 因為有人說 假的 又遮蓋自己的樣子 都不知道是不是老吹 所以為什麼 又衍生了實名舉報呢 我有眼有鼻 正所謂 眼耳口鼻齊齊 有輪廓的 有我自己的身份證 有名的 沒得說我作假 你有什麼事 找到我的 所以其實這些 又是拿自己 人 拿自己出來 就去告 所以就有很多人都覺得 這些事真的逼到 不是逼到最後一刻 都不願意去做 但是近期就越來越多這些事件 甚至乎 說到舉報的民眾 將自己任職的單位 聯絡電話全部公開 為了什麼 就是強調 我所舉報的東西 是屬實 是親身經歷 會為 我言論而負責 更加願意向檢控單位 提供證據 好似 早前有位男子 實名舉報 前南寧市委書記 就說 在05年 5月 他自己出資 90億 建設南寧市 南湖公園 和地王大廈 這個專案 原本由南寧市委書記負責 當時自己和南寧市政府已經達成協議 大廈有51%股權 要歸於自己 49% 歸於市政府 但是地王大廈 營運了15年 南寧市政府從來沒有給過分紅給他 黑龍江那邊就有人舉報 川黨委 黨支部書記 濫權霸地 希望有人可以主持公道等等 更加有些命案 涉及包庇 所以近期越來越多這些實名舉報 但是 有人說 如果是造假的 早就沒有了 在網上內地這些影音平台 是完全這些實名舉報沒有下架的 很多人轉發 將他的曝光 提高 有人說其實沒有用 其實 不說沒有用的 我自己覺得 如果本身那件事是很大的 就有用 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 就是因為你沒有辦法 找人投訴 紛紛到中間撤了壺 給人 那麼這件事 就是逼到 人家需要 在網上 做一個控訴 你掩著我不起 大人 好像唐山那些 又涉及包庇 那些 是吧 你想告我 官官相衛 抵了一尋 所以 麻煩 看來我們 習主席 都很頭暈 打貪打這些 打得多辛苦 拼命地掃那些貪官 貪腐的問題 但是 打極都有 好 跟著看一下這一位 哎呀 真可憐 這些意外 100歲不死 都有 人生第一次 聽這樣的東西 都有 話說 在黑龍江 第二 醫院 急診 就來自了一位 邵東市 66歲的患者 懷疑 在餵豬的時候 突然中風 暈倒在豬欄 裡面 據了解 患者去到醫院的時候 因為中風 和外生殖器官 大量出血導致昏迷 情況危急 那醫生 集結了不同的外科醫生 神經科醫生 被尿科醫生 麻醉科醫生 幫 患者的生殖器官 進行創傷處理 防止感染和發炎 更加同時進行輸血等等 經過多次手術之後 他終於脫離生命危險 到了這個層面就覺得奇怪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意外呢 原來 這位患者 他餵豬的時候暈倒了 在豬欄裡面 而那些豬突然蜂擁而上 就罵他下體 把他下體 吃到渣都沒有 這麼恐怖 做什麼 豬突然間 這麼多地方不咬 咬他賓州 專咬他村袋 這麼奇怪的 豬 這是什麼豬來的 這班 真是 生化豬 sociale 什麼對人下體 這麼有興趣的 可能 ali 有一點更恐怖 那他就撤離生命危險 有人說 遲些就會被人發現 整個人鑒也沒有了 覺得不到有傻吃人這一天 這不是是扮使用悲 Eun니다 Zoe覺得很久 可能似乎解事情 又是這樣恐怖的 所以就說千玫 萬玫 不要暈暈在豬欄里面 真是豬欄咬死你 另外看看湖南 日前就会报过 有小鹅食堂华 而出现了老鼠头的事件 现在官方通报了 终于验到了 就说这个乙脈的确是老鼠 是兔子头 不是老鼠 但是我之前都说了 不要吃这些东西 就不要有这些误会 大家吃清淡一些行不行 还有 那些什么头头颈颈 脚脚液液 尾尾那些 不要拿出来煮 真是你搞到人家误会 吓死小孩 虽然这件事都澄清了 但是也继续引起大家关注 好 接着 看看另一宗新闻 这一宗新闻是关于台湾方面 就说台湾最快12月 将会引入10万印度劳工 有外媒就指出 他引入印度的劳工 将有机会激怒北京 为什么会激怒北京 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件事件就有说 彭博社的报道 印度和台湾 最快可预料 在12月 签署就业流动协议 预计 台湾可以雇用超过15万名印度工人 在工厂、农地和医院工作的印度人 知情人士透露 目前 台湾和印度双方 研究对印度 这个移工 进行健康检查的机制 更加跟新德里当局 或者跟其他国家搭乘协议 为什么会引起北京的愤怒呢 可能某程度上 大家都知道印度现在是 中国 一个竞争对手之余 更加就经常抢生意 那现在 说到你 你的朋友 不是 敌人的敌人的朋友 不是吧 台湾和 中方的关系 好像不是那么好 所以特意是不是找些东西去击他呢 好啊 那我们就教一些生意来往 可能是这样也不出奇 好了 接着跟大家看一下另一单新闻 关于深圳地铁 现在就说不再叫人让助了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只是这些关爱助 经常都在吵架 更加出现了讲手的情况 打架 我经常都觉得 关爱助或者叫做让助 有很多人 他会误会 不一定是老人家 不要说只是针对某些年龄层 有很多人就觉得 喂 不敢坐 自从有这些关爱助之后 一坐下去就变成批斗 哎呀你不坐得的 这些 别人坐的 年轻 年轻 坐在这 就会经常见到 但是其实呢 老实 大家都懂中文的 关爱助或者这些 让助 优先助 在字面解是优先 不是专座 你不是画死了位的 不是说健康的人士不准坐 只是给一些需要的人士 所以为什么有人 说到说 你一定是你坐的吗 你坐了吗 不是啊 旁边那么多位你不坐 一定要坐这个位 然后很骂人 所以其实在这个层面上 骂出很多风风雨雨 现在深圳地铁 就将这个叫做让助的文化 改为 文明坐车 离让优先 因为啦 常常有大家争吵 就是我刚才说的 怎样 应该怎样 那个 标准当然 有人就说其实很容易拿捏 不难的 但是有些人就会 撿得很死 那样东西 当你没有了弹性 一定要白纸黑纸 写到明的时候 基本上 就很多东西都没有了那个 空间 预期 搞到这么多争拗了 所以深圳方面 现在 不如不要搞那么多 免得经常打架 那都对的 另外 不如看一下这一宗 真的有时候 很搞笑 做测到你这么笨呢 算是经典 在内地 有位湖北 年轻人 在马路上 偷了一部电瓶 竟然 高调拍片 放上网 软耀 就说 行了兄弟 又搞定一部了 这样子 想着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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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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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炫耀你自己的能力 你真是 好了 完全不只不怕被人周倒之余 更加在不停地炫耀 不过 幸好 正所谓 蒼天有眼 他偷的那部电单车 正所谓 把椅子都没坐暖 回家 途中 就被警员查诺 截 截到 然后把他抓了 真是 活该 为什么 会被人蒼天有眼呢 大家都知道 在道路上有闭路的 他整个过程 就被闭路 看得到 拍得到 当地的警方 一见到 跟着 那些 画面 就沿路 追翻他出来 后来 在途中 就将他 捕获了 所以有时候 很威啊 你不拍多条片 好 被人拉了 这样 呼吁大家 不要做这些东西 所以 低能 好了 另外 大家 很喜欢上去买东西 掃街 哪里都好了 有人觉得掃街 那个 卫生 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 都会 很担心 吃一些不健康的东西 那么这次 就有内地的食客 就买了一些 很有问题的食物 在佛山 所以 就决定 在荡口面前 公告天下 在广东 有名网友 在社交平台 就这样做 里面 有个影片 看到有个男人 拿着个大喇叭 在铺 一间 街边的店铺 卖这个 橡板鸭的摊位面前 就说自己在这间店铺 买的鸭 发现到有 蟲 就大叫了 他就说 大家来看一下 这间店铺的鸭 全部都是 蟲 老板竟然说 有蟲小事 吃两条 蟲你不会死的 这样 这个男人 在这个档摊上 买到的 是真的有些蟲子在这里 后来 就说到这个老板 报警 想要抓这个 就是客人 老实 的确是 这个食物安全问题 你有蟲 是不是 你应该就要去处理一下 而不是 就没什么的 骚髒一点 吃你不死就行了 这样 对于一些食物 信心问题 甚至乎应该 要找人去 理解一下 是不是调查一下 甚至乎要将他落架 另外 看看这一宗 这一宗真可憐 什么事 就说现在内地 多地出现了大量儿童 有这个混合感染 就说被病毒细菌 资源体 襲击 多间 疑科医院 内地 已经是 迫爆了 真是麻烦 河南中医院 疑科 一天要搞 3000个儿童 死了 麻烦 就说今年 那个呼吸道 传染病 虽然病征 不是很重 但是出现了 肺炎 白肺 甚至乎 患者 狂咳 狂咳之余 还要 不退消 那就麻烦了 医生就说 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 要立即求医 所以 今年 可能这个冬天都预计了 可能会比较多小朋友病 各位 大人也好 可能都要小心 去留意一下 身边的小朋友 如果真是 要跟他去人多劑逼的地方 是不是要可能戴口罩 或者勤洗手 如果不是 分分钟感染到的病 都挺 头痕 那今集时间说到这里 下次再说 拜拜